受台湾地沟油波及的层面继续扩大 又有大批的食品公司被揭露使用了强冠的问题油脂 包括旺旺、康师傅等知名品牌 台湾法院今天凌晨扣押了黑心厂商强冠公司董事长叶文祥 香港警方也正在全面追查地沟油的来源 并已经以串谋刑骗罪逮捕了三人 包括金宝运公司的负责人 台湾强冠公司全统香猪油除了从郭烈成地下公司进货外 还被指长期从香港进口劣质工业用油脂 伪造成食用油对外销售 尽管台湾当局全面封存所有强冠公司的猪油制品 但却发现康师傅泡面、旺旺的米果和卷心酥 罗东夜市的葱油饼等也用了问题油 涉案的强冠公司董事长叶文祥 在同主嫌犯郭烈成当面对质 说法有矛盾被法官裁定 有篡政逃亡以及脱罪谢责之嫌裁定积压禁件 在香港警方出动重案组 押着两名男子到金宝运公司进行调查 据报道其中一人四是金宝运董事江桂才 他就是涉嫌将工业用油篡改为实用猪油 再出口到台湾强冠的关键人物 调查还发现香港金宝运和强冠公司 早在2011年就曾经合资成立香港强冠公司 因此当局怀疑港台两地的问题油品细出同盟 台湾地沟油事件影响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厦门 厦门检验检疫局经过调查发现 厦门口岸进口了涉及使用问题油生产的食品 约4.9吨 其中包括3.2吨的肉酱 1.7吨的小吃 像牛油饼干等 当局已经下令分存了这些产品 并且将责令进口商全面找回 根据执检总局的要求 暂停了设施产品生产企业的进口报警 我们就是会密切跟踪事情发展的情况 根据总局的进一步的要求 相应的采取动态的措施 厦门进口商已经下架了所有问题产品 并且全面召回同问题猪油有关的产品